7月17日,有网友发帖称,现在的微信支付也变玩了,在付款页面居然插入了广告。评论区少部分网友表示,自己的支付页面也有这样的广告,但是额度显示不同。 有点进去使用过的网友表示,利息太高,已经关掉了。 对此,微信支付的官方客服表示,不是广告,这个仅针对部分用户开放,没有收到邀请的用户是无法看到这个入口的。 通过系统评估得出的每个人的额度和利率也不一样,都是按日计息的。 窗口是无法关闭的,不用不去点它就可以了。 这个不是的,它是目前吩咐,它是请针对部分用户开放的。 如果没有收到邀请的用户是暂时无法看到分布入口的。 每个人的额度和利率是通过系统评估得出的,不是按日计息的。 每个用户都可能不同,没有办法关闭的,不是使用它就可以的。